主料,丹花大奶,主量,蛋黄两个,棉白糖40克,木瓜,毛果,米头桃,可可粉,用餐人数,一到两人,蛋黄两个,棉白糖40克,隔水加热,搅拌均匀,夸慢打发,把蛋黄液慢慢加入打发的奶油中,搅拌均匀,喜欢的水果,打成你即可,或是任何喜欢的可可粉,对茶粉之类的,我用的是, 木瓜,芒果,米头桃和可可粉,打碎水果的时候,不要加水,第二张图片是挖冰淇淋球的勺子,在西安的话,可以在金海市场中通网号买到,当然上逃跑买,也很容易才学会,把打好的果米和可可粉,雾到时刻分别加入第一步中打发的奶油中,搅拌均匀,放入冰箱,然后每过半个小时搅拌一下, 以减少冰渣的形成,做成尽量细腻的冰淇淋,整个过程大概是要砸到五个小时,烹饪技巧,如果你只买到普通的全是牛奶,质量做一,蛋黄两个,棉白糖40克搅拌均匀,二,倒入200毫升牛奶,小火慢慢加热,并不断搅拌,一直熬至浓厚腰熬的够稠, 勺子背后能管后将,指甲划过后不会立刻消失为止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。